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有消息透露 日前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排中运动 2月28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币 成千上万的当地小商贩加上民众聚集在一起 在首都街头游行抗议 要求肯尼亚当局将中国零售商赶出肯尼亚 他们举着停止中国入侵等标语 抗议者说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告诉政府 中国人必须离开 根据网友的爆料 肯尼亚人抗议的原因主要有几个 一是中国人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商品 将他们挤出当地的市场 抗议者投诉说 这些中国人已经获得许可证 他们是制造商 分销商 批发商 零售商 他们霸占了所有的工作 却没有人再来我们的商店购买了 同时 肯尼亚人指责中国人 在一些有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存在种族主义和歧视 他们对中共在肯尼亚和非洲的债务陷阱 外交和政治影响也深感厌恶 另外 他们还指出 中国人在非洲和肯尼亚进行猖狂的偷猎 赌博 和从事非法移民等勾当 还在肯尼亚和非洲倾销大量的垃圾中国产品等等 这些抗议事件将如何收场和导致什么改变 外界还在关注 但是已经引起了网上众多的热议 有人问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带一路吗 肯尼亚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排中运动 这就是习近平花数千亿美元撒币的结果 但也有人认为 说是羊 其实是一种经济入侵 压迫 被排了只能说很正常 中共所有的海外援助以及投资计划 无不是贿赂当地官员 并且自己参与洗钱 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国际账户 当地百姓完全没有好处 他们在国内这样干 在海外也是这么干 有人提到 在安格拉也是这样的 高峰期50万中国人 本国人才4000万 大量的清销垃圾工业品 导致非洲国家无法建立自己的工农业 还有人说 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了 人人喊打 撒币不灵了 还有网友爆料 下一个非洲排中的国家 很有可能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 并且和中方有着大量合同的钢果金 新冠病毒溯源近来被美国方面重新提起关注之后 再度在国际社会引起波澜 更再次刺激北京当局的紧张神经引起反弹 然而 让中共头痛的趋势还在继续 美国联邦参议院3月1号晚间全票通过法案 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威尔·海恩斯 解密有关新冠起源的信息 这项法案名为2023年COVID起源法案 由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布劳恩等人提出 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病毒起源之间 任何潜在联系的相关情报 法案在没有反对意见和畅明表决的情况之下 一致通过 外界认为 这将给拜登政府带来压力 可能促使其自行紧密相关的信息 此前 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 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的泄露 有报道称 能源部的结论意义重大 因为能源部拥有相当多的专业知识 美国能源部向来被认为 是兼具生化武器研究与情报分析的功能 随后 联邦调查局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并说 中共政府一直在尽其所能 以试图阻挠和混淆调查工作 目前 病毒可能源自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观点 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 两年多以来 许多媒体 科学家和政治人士 也一直坚持这一观点 美国参议员马歇尔周三呼吁 应仿照911事件成立一个由两党议员专家学者 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对病毒起源的调查 他说 超过100万名美国人 以及全球超过1000万人死于COVID病毒 而三年多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没有让中共对病毒来源负责 有观察认为 美国各方穷追不舍 更令中共当局心烦意乱 寝食难安 中共当局的反腐打摊 日前被曝光 反出了新花样 湖南省为了号召反腐清廉 率先出新招 召集数百名官太太 观看反腐事情教育片 被称为作秀 日前 湖南省机关 国企 大学等单位的近130名 中共厅级官员的配偶被召集在一起 集体接受中共所谓的反腐教育引发关注 根据陆媒的报道 此次所谓的家庭反腐活动 在湖南省全省有2万多人被号召参加 他们都是各省一把手官员的配偶和家属 这个活动由湖南省的纪委监委 省复联等主办 称为家庭助联 团团圆圆 得到了当地官媒的宣传 据报道 除了被要求看反腐教育片之外 在湖西棘手市 6000多名干部家属 甚至还被迫签订了所谓的家庭连结承诺书 中共反腐从官太太下手 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活动 不但在湖南省是第一次 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 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认为 这就是作秀 没有任何的效果 因为反腐败它是一个制度的反腐 只要有共产党 一党参政就不会有反腐败 因为他们比谁都腐败 他怎么可能反腐呢 这就是找几个官太太做个秀 没人理会他们 就是逗你玩 时评人士王赫说 他们用一些古怪的招数 中共目前所有的反腐都是形式上的 都是忽悠老百姓 如果他要真正反腐 那么就一定应了中国老百姓说的那句话 反腐 亡党 不反腐 亡国 而中共是宁可亡国 也要保党 美国众议院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日前在黄金时段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 现场出现了抗议者冲进会场的一幕 虽然抗议者形态影之不成气候 但是有观察者认为 这正体现出 为什么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戈尔警告 对美国来说 北京政权造成的威胁 比莫斯科当局要大得多 听证会上 加拉戈尔将美国与中共当局的关系 提升到了生存斗争 生死攸关的高度 他驳斥了中共只有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说法 严肃地强调 如果美国不适当地调整对北京的态度 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孩子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 基本自由也会受到威胁 他尖锐地指出 在最近的历史当中 美国一直对中共当局真正的野心 抱有幼稚的想法 试图用蜜糖来拉拢中共 认为经济接触会带给中共改革 但是中共用欺骗的手段 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也许这场听证会击中了中共当局的痛处 在听证会的现场居然罕见地出现了大喊大叫的抗议示威者 但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的标语还拿反了 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发表讲话时 一名女子跳起来 举着写着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标语 还对委员会成员大喊大叫 随即她被美国国会警察押送出去了 片刻之后 一名男子站在观众席中 举着写着 停止仇恨亚洲人的标语 也对委员会成员大喊大叫 同样被国会警察驱逐 加拉格尔向抗议者指出 他的标语是颠倒的 当时听证会成员明确指出 中共不等于中国 更不能代表亚洲 迈克·马斯特案是 这些所谓的抗议者 很可能是中共当局所指派的 至少是被中共洗脑宣传毒害的结果 他认为这些骚乱 确实表明了中共统战部的影响 会后 加拉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是远比苏联更复杂 更可怕的威胁 本周澳大利亚阿瓦隆国际航空展览 拉开帷幕 3月3日到3月5日将对公众开放 今年的航展是 阿瓦隆航展30年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却不受待见 没有受到邀请 为期一周的航展 包括展会和飞行表演两个部分 今年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近800家企业参展 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对澳洲广播公司ABC说 今年将有56个国际代表团参加国际航展 其中包括22名国家军方的首长 但国防部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军队的代表参加 据悉去年在澳大利亚与中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之下 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受邀参加悉尼举行的海军会议 今年随着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紧张局势的加剧 以及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 中国和俄罗斯仍然被澳大利亚拒之门外 无人机技术是本届航展的一个重要主题 展会的一大看点是澳大利亚自行设计的新型杀伤型无人机 据ABC的报道 这种新型的武装无人机能够携带超过100公斤以上的致命性武器 由澳大利亚BAE系统公司开发 并可储存在海运集装箱当中 这个秘密项目的细节还不为人知 但是设计师认为 这种致命型无人机可能在三年之内投入本地生产 澳洲空军司令齐普曼在航展前的空军首长研讨会上 强调了空中优势的重要性 他指出 乌克兰战争让所有的军队明白了战场空中优势的重要性 尽管俄罗斯在技术和数量上拥有优势 但是俄罗斯没有能实现对乌克兰的空中控制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